回忆当时40几岁的陈小姐家中有一位幼儿需要脱婴 平常从事餐饮服务业 每天早上11点上班 到晚上9点才能打卡下班 以现在目前北市公托时间 上午8点半就要把小孩送进去 最晚晚上7点才要接回 以陈小姐的上班时间来讲实在很困扰 我找了还蛮久的保姆 然后每个保姆几乎都是跟我讲说 时间上就是不适合 那每个人可能保姆可能就早上8点 到晚上差不多7点8点 他就不想接了 我这边解决的方法到最后就是 留职停薪一年自己在家里照顾小孩 考量到公婆年纪大了 还要照顾一名幼童实在不放心 陈小姐想找保姆带 但因为下班时间太晚 赵乐超过10位保姆频频碰壁 不光是陈小姐 台湾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大约有150万人 很多的餐饮百货或是法郎都是接近中午才上班 也因此有一员就建议可以新办 托育时间大约在早上10点半到晚上9点的公托 北市公托朝朝十晚九推进 市府规划在某幼儿园试办 先收托0到2岁的幼儿4名 如果试办成功再扩大到至少12名 预定试办半年 而日前市长蒋万安也说 最快今年9月试办 期望解决服务业的脱鹰烦恼 TVBS新闻时空商业品节台北超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